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味的小吃其实从宫庙旁边就会发现了 在我旁边的这个是戴天宫 而它旁边就有一间扇头面 已经祖传60年的历史 就在这边开立在这里 你会发现来这边的人点的东西都很简单 通常都是点这个扇头面 加上这一碗馄饨汤 因为在地人说这两个东西是绝配 其实你会发现这扇头面 它真的没有太华丽的装饰 就是很简单的面汆烫之后 再放上这个猪肉片 然后还有这个豆芽菜跟韭菜在这上面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酱汁 酱汁就是它所有的精髓 你会发现它吃起来除了清爽之外 我觉得它最好吃的那个地方是 它有点淡淡的油葱酥的香气 但是又没有太重 而它的酱汁是因为带一点咸度的 你还是可以同时吃到这个面粉的面香之外 旁边这个酱汁呢 带一点咸咸的味道 让整个口感是变得很清爽 除了扇头面呢 大家来这边一定会必点的汤 就是这碗馄饨汤 不要小看这碗馄饨汤哦 它的汤头呢虽然看起来干干净腻 但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 因为这个汤底呢 是老板特别用大骨去熬制而成的 所以呢你会发现啊 光是这个馄饨皮旁边巴着这个汤汁 就已经非常的好吃 然后最厉害的是重点是这个馄饨 它呢大小刚刚好所以咬下去 你还是可以吃到那个馄饨肉的Q彩 然后旁边馄饨皮会直接这样 滑进你的嘴巴里面 难怪大家来这边会搭扇头面 跟这个馄饨汤 因为你会发现呢 扇头面的酱汁它的味道呢 跟馄饨汤比较它是稍微重了一些些 所以整个香气是由扇头面所营造出来 但是你想要吃到那个汤口的甜味 跟那个清爽度 就是靠这个馄饨汤来搭配 你会发现呢现场呢还有卖乳味 那乳味汤呢又会跟这个面汤呢 它感觉是在同一间店 可是是在我身后 有没有看到这乳味 上面有琳琅满目的这个 那我今天点的很特别 我点了海带 豆干 还有菊花肉 这个就是菊花肉 然后呢这个滷味也蛮特别的 就是跟我们一般想象中滷味不大一样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滷汁去做滷的工作 然后最重要的就它旁边这个酱了 这里面呢是姜末 还有他们自己自制的酱油 就因为呢他们的乳味呢 没有先用滷汁乳过 所以呢你基本上还是可以吃到 猪肉原本该有的鲜甜度 而且我觉得花肉最好吃的就是 你看我刚拿起来的时候 整个纤维 还有包括一点点那个猪的肥肉 在这里面 然后我觉得让我满意外的 就是一般我们在吃这个豆干的时候啊 一般的店家都会用滷汁去做滷的动作 但是它没有 你还可以很明显看到这种 滷豆干最原本该有的那个颜色 然后我们沾一点这个酱汁还有姜 它没有经过那种大量的滷汁去烘煮的时候啊 你吃到的就是原本豆干的那个香味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的海带 你会发现它是切成这样子正方形 那一般的海带也是会经过滷味的滷汁 去做泡制啊还有滷的动作 那没有 这一间店完全没有 它是用昆布水 先把海带给泡软之后做简单的汆烫 老板也说啊你在吃海带的时候 也是简单搭配他们旁边提供的这个酱料 你从来没有想过啊 一般我们在吃这种滷味的时候 你在切这海带是不是都是卷起来的 但是你会发现哦 它把它切成这样薄薄的时候 它吃起来呢会更的软Q 就是更有那个嚼劲的口感 然后因为它没有经过滷汁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吃到那昆布原本 很淡淡那个咸咸的海水的味道 单这样吃就很清爽 虽然这间店呢开了60年以上 可是你会发现它的桌子 这很像我们传统在半桌的时候 那个红桌子 然后包括到店面 你会看到老板就是忙进忙出 然后我身后配的又是戴天空 然后又坐在这个树下吃饭 我觉得整个人虽然外面都是马路 车子这样子跑啊跑 可是你会感觉坐在这里 又好像回到60年前 最古早的那个高雄味道的感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